時刻粉, 力力增燈上油 粉法時刻, DSE 支持榴槤, 吳寶城 粉法時刻, DSE 由香港電台文教組 學友社聯合製作 粉法時刻, DSE 這麼快時間已經來到6月6日 星期六晚, 寶城老師, 你好 是, 榴槤, 你好 這期, 寶城老師, 你說 因為完成了DSE 除了同學在聯礁方面 報大學細節要知道更多 因為由上星期開始 就會有一些不同類型的大學課程 可以介紹給同學多些參考 是, 因為其實在聯礁以外 除了資助學位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自資學位 都是很有它的價值 亦都很適合同學 不過有時候同學的資訊 不是掌握那麼多 就未必去選擇 或者未必懂得去選擇 所以我們的作用功能 就是希望多說一些 讓同學可以了解多些 選擇都會多些 所以今天我們請來兩位嘉賓 請來兩位嘉賓 他分別是來自香港五輪共學院 社會科學院高級講師 何智安博士Billy 你好 你好 另外請到香港五輪共學院 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 李健明先生 Kim 你好 真的要介紹一下 因為無論對於家長和同學來說 主持都很想知道多些 學院本身或學科 都對於大家來說挺新的 不如先介紹一下香港五輪共學院 歷史究竟是甚麼 有些同學未必很肯定 或者很知道 究竟課程質素、內容 有些擔心 可以先講解一下 釋除大家的疑慮 好 多謝兩位主持 香港五輪共學院 其實它的前身 就是香港城市大學 專上學院 城大專上學院 很久了 超過35年 在香港辦大專教育課程 因為在五年前 就在香港城市大學的發展策略底下 就幫我們一個城大專上學院 就找了一個策略夥伴 這個策略的夥伴 就是一間由澳洲的五輪共大學 成為我們的策略性夥伴 就有五年的過渡期 到今年2020年的7月1日 澳洲五輪共大學 就會正式接本了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 但是原有的課程 教學的設施 老師都是一切照舊的 只不過那個辦學的名字 就轉了 而教學的歷史和經驗 是帶回來的 就超過35年了 就一點都不新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呢 當然就是城市大學的策略性的考慮 另一方面 其實對於香港城市大學的專上學院 即是CCCU 它的未來發展都是好的 因為以往 它的發展 只是能夠提供10級的課程 即是副學士或以下的課程 但是自從澳洲五輪共大學接管之後 跟著成立了香港五輪共學院 我們在去年 即是2019年 成功在香港 按香港的法例320章 成為一個認可的 在本地香港的私立大專 這個認受了的院校 它就可以單發學位或以上的課程 所以形成了我們未來的發展 不單限制於提供副學士課程 還可以提供學士或以上的課程 所以到時我們那個 或者現時我們的發展 是更加廣泛 以及更加多元化 對於同學來說 或者家長 其實最擔心就是課程的質素 或者評審性 例如讀完之後 究竟是否獲得評審 大家認可 亦都可以在這裏講解多些 是 請大家放心 這個課程的質素的認可 是分了兩方面的 第一個就是校外 校外我們已經獲得 香港學術評審局的評審 除了我們的院校 成為一個認可的私立大專之外 我們的課程 都是這個評審局認可了 它的資歷架構的第五級 等同於香港的大學畢業 有第五級 將來如果我們有 實力士課程 或者博士課程 我們會再去 學術評審局去評審 而獲得那個資格 這個校外 就是由政府的監察 已經是確保了我們的質素 另外一方面 我們的校內 都是有一個很嚴謹的 校內的課程質素的制度 來監察課程的水平 就是有很嚴謹的制度 來確保課程質素 所以請大家放心 大家聽到這裏的時候 就起碼不用擔心那個 叫做認可的資歷 但是院校都要選一個學科 所以今天也可以說多些 社會創新榮譽社會科學的學士 這個課程 很多時候我都會覺得 一個課程如果去申辦的時候 當然是通常看到社會需要 或者可能是坊間有這個需要 但又沒有這種人才 那會不會是開辦這個課程的時候 其實都看到香港的需要 不如請Kym、李健明先生說一說 其實社會創新這個字眼 其實都不新的了 因為在歐洲 甚至在美國 已經說了很久了 直到我們的前特首 曾蔭英權 他開始想 怎樣可以用社企 去解決香港一些社會問題 其實那時已經開始了 之後政府成立了一個 所謂社會創新的基金 去資助一些 所謂start-up的organization 或者一些公司 去解決一些問題 所謂社會創新 就是用一些比較新的方法 去解決社會上一些問題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不單單是non-profit 即非盈利的機構 盈利機構都可以 不如我們可以看看 社會創新有些甚麼呢 他們會說 corp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即是企業社會責任 即是說企業本身 一些所謂for profit 即是賺錢的機構 其實它做的事 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所謂社會創新的事 但是如果你看回香港 所有的學位課程 其實沒有一個是說這些 所以我們就想想 是否應該我們有一個 所謂社會創新的學士課程 是容許讓學生 可以將所謂for profit 和non-profit 如何去幫香港 解決一些問題 而提供一些課程 令到多些人才 可以解決這些事情 如果說NGO的一些運作 其實例如學有社 通常是一些社工去做 又或者有時是同學 去讀一些社會學去做 其實這個社會創新的課程 其實在課程內容上 和傳統其他兩個社會 相關的學科 社工和社會學 有甚麼分別呢 可不可以具體的例子 是你們這個課程 才會學這一種的學分 這一種的內容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一個 社會科學的學士 所以基本上 有一些所謂foundation courses 一些基本的課程 譬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 這些事情 令到我們可以知道 怎樣去理解社會一些問題 人的需要 剛才都提過 你怎樣可以令到 他們會有些新的方法 以及他們要管一些東西 所以在過程中 我們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一些所謂 和business related的東西 譬如他們要理解 甚麼叫做企業社會責任 CSR 他們要知道 怎樣去manage一個program 我們有program management project management 這些東西 我們做了這件事 我們怎樣知道它有沒有效呢 我們會有些評估的東西 有project evaluation 這些課程 或者我們現在 另外一個字眼比較流行 就是social impact 我們對於社會有甚麼實質的影響 social impact analysis 這些課程就會綜合在一起 就是令到我們的學生 可以將剛才所說的 有些所謂的social research research的skills 有些management的skills 還有一些social science的knowledge 將它們全部結合 怎樣去理解 怎樣將它運用 application的問題 怎樣放下去 去解決香港一些社會的問題 想問回兩位 因為介紹這個社會 創新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會不會對於某一類型的同學來說 你適合讀這個課程 因為可能你是活潑的 或者可能你本身 都很喜歡社會服務 或者做義工的 會不會對於讀這個課程有幫助 其實剛才也提過了 現在很多社福機構 或者所謂社會企業 一來就是social workers 社工去找 或者找一些讀社會學的人去做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他們要在工作過程中 學習一些所謂的管理的東西 但我們的課程 已經提供了兩樣東西 即是說同學 首先就是 除了它對於社會科學有一定的興趣之外 它都不怕會有些管理學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就是 所謂創新 創新是甚麼呢 創新這個字眼 和發明是不同的 即是innovation和invention 兩件事來的 invention是無中生有的 你弄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innovation未必的 你只是由另外一個範疇 在這個範疇沒有人用的 但是另外一範疇的東西 帶來這裡就可以用到 所以對於哪些同學有用呢 我們有一科叫creativity 即是creativity是甚麼 如果你想東西 我們有所謂一些 善性的想法 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平衡的想法 所謂parallel thinking 即是如果那些同學生 習慣喜歡parallel thinking 其實讀這科是很適合他們的 因為他們隨時可以 將一些好像不搭配的東西 應用在一個新的範疇 這些同學生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適合這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這個課程 對你很有用 因為他們就將不同的東西 整合在一起 我很認為這個社會創新課程 應該在學習上 就不只是坐定定上課 那麼簡單 一定有很多實踐的 那會不會說一下 其實這個課程 有些甚麼學習的活動 令到那些同學 真的可以實踐到 他們所學到的東西 譬如現在我們有一科 叫social economy 其實就會介紹一下 一些社會企業之類 他們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 那些同學生 本來安排了他們去 去實習 不是實習的 實習是去到三年班暑假 和四年班才做的 因為現在我們收到一年班 是 所以他們本來要做一個 visit 看看別人怎樣去運作 參觀一下 對 參觀一下 但是因為疫情關係 沒有了這個機會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會去參觀一下社企 看看別人的運作 首先去吸納一下經驗 因為我們要解決香港社會問題 政府經常都說 香港變成一個老年化很重要的東西 那年輕人怎樣去理解老年人的需要呢 那我們怎樣去直接去接觸他們呢 這個也是我剛才所說的 是一個social research的東西 就是你下去 你要體驗他們的生活 你不是給他們一份問卷就行的 你要體驗 有一種sympathy 這些課程就會安排學生 怎樣去體驗老人家的需要 因為你就憑空去想他們有甚麼需要 他們設計一些東西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是甚麼 你要去理解他們的需要 在他們的角度 他們的能力 怎樣可以做到幫到他們的事 譬如有些老人家坐輪椅 他拿東西是很不方便的 那你怎樣設計 譬如他家居設計 令到他可以拿東西方便些 年輕人這樣 你放在那裡便可以了 但他不會從一個老人家的角度 坐輪椅怎樣拿呢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叫design thinking的東西 即是怎樣去設計一些東西 令到可以方便到 譬如剛才說老人家去做到 譬如在家居裏面的安全 和他的方便 就這樣聽課程這個結構就很好 一來可能在year 1 year 2的時候 就多一些社企的經驗體驗 去到可能year 3 year 4的時候 就有一些實踐實習 聽說剛才在咪後都說過 好像臨畢業前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他要去做 他們首先就是year 3 暑假開始 因為那個實踐期 我們最少是160個小時 所以如果只放在year 4 即是final year 很忙 所以其實暑假開始 所以對於同學者有個不好處 暑假不能去旅行 他們就要開始準備去實踐 他們在實踐的過程裏面 就跟一些機構無論是社記好 或者一些foundation好 一些基金好 或者一些其他的NGO好 他們在這個過程裏面 就是去實踐 在實踐過程裏面 他final year 有一個所謂 我們叫capstone project 即好像畢業論文那樣 那個畢業論文 它最重要就是透過他實踐的經驗 去想一些東西 去設計一些東西 怎樣可以幫到他實踐機構 這個就是那個project capstone project 就是畢業前 確保同學仔 有一定的想法 一定的成就 等他們將來出去找東西做 可以做給人看 我有這樣的想法 我做過這樣的project 想問回何博士 如果同學聽到心急 對於這個課程有興趣 我想去報讀的 在修生的要求方面 又會大概是怎樣呢 還有今年特別的情況 疫情關係 如果要面試的 又用什麼的形式面試 讓你講解一下 我們還是按回香港政府 如果入讀一個學士課程 主要都是文憑的畢業生 在文憑士裏面 考獲中文及英文三級的成績 再加通識二級或以上 及數學二級或以上 即這個是基本入讀大學的門檻 三三二二 另外還要加多一科 選修科 民憑的選修科 是二級 即是以一個三三二二二二的 基本分數 就是可以入讀這個課程 這是最低的修生門檻 當然還有其他修生的 譬如有些國際學校等等 那些就在別論 但我們主要都是針對文憑的畢業生 達到三三二二二 就可以達到基本入讀的要求 按照今年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全面用一個網上的視像 面試的方式 其實我們今年都已經在EF 即電子的網上平台 有這個課程是報讀的 現在只要各位文憑的認考生 今年的學生 就已經可以在電子平台 可以報讀的了 是有這個課程的 然後我們收到之後 我們已經在進行面試了 陸陸續續都面試了 也有一些有條件的取緑 已經是給了的了 至於面試的形式 其實我們都是最重要 都是想選擇它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剛才好像說過了 我們有些義工 或者是喜歡服務這個社會 又或者是一個人比較外向 喜歡對人溝通 喜歡幫人 這些背景都是我們想收的學生 對於同學來說 可能對於這個課程比較陌生 會不會都講解一下 讀完這個課程 其實除了剛才聽到很多 在NGO的一些社福機構可以做之外 會不會其實讀完之後都有一些優勢 除了社福機構以外 都有一些工作是對它做 或者它讀完之後 比較大些機會是受聘的呢 其實這裡有個很特點 我想提一提 我們這次的課程 希望我們的畢業生 不單於可以是一些社企 現在有一個新的類別叫社會事業 英文叫社會事業 即是用一個商業的模式 去幫一些有需要的人 現在陸續也有很多有心人士 在香港的社會裡面 都成立這些社會事業 去幫一些有需要的群體 而裡面都需要一些工作人員幫忙做 除了英國說去打工之外 其實我這個課程都盡量去鼓勵 畢業之後 它沒有過剛才所說的畢業論文 我們都會將它的想法 看看可不可以變成一種商業的產品 再加以輔助一些所謂叫總資基金 希望鼓勵我們畢業生 可以自己搞生意 自己搞社會事業 直接搞一間公司 能夠有一個商業的價值 提供一些產品或者活動 去幫到很有需要的人 今天多謝了Billy和Kim 最後如果同學或者家長 想再了解多些 關於香港五輪共學院的一些資料 會不會有可能是網址 或者是一些查詢的資料可以給他們 其實可以是任何一個網上的搜查器 就這樣打UOW College Hong Kong 都會來到我們的網站 也可以上去政府大專院校的名單裡 我們都有UOW College Hong Kong 這個院校的名字 一按進去就會去到我們的院校的網站 也可以詳細再看我們的課程內容 可以提一提的就是我們剛剛做了一個 不過裡面只有幾段片 就是在YouTube Channel 我們有一個叫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就是UOW College 裡面有個網頁 就是特意去介紹什麼叫做社會創新 什麼叫做Social Innovation 如果你有興趣 你去YouTube打一下 很流行的 我們都有個Facebook 是這個課程的 裡面都會放了很多近期的文章 還有一些視像 帶多一些上去看 在Facebook打社會創新 就應該都找到 今天也希望同學可以了解多些關於 香港五輪共學院 特別是今天介紹的社會創新榮譽 社會科學學士的課程的資料 聽完之後就發覺 其實現在香港的大學的課程 或者大專的課程 其實越來越多元化 很多時候都是很貼近社會需要 同學讀完之後 不只是學術的 很多時候都可以實踐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完成了 下個星期六同樣時間都希望大家繼續聽著 Radio 2 奮法時刻DSE 感謝李保成老師 好 多謝各位嘉賓 好 拜拜 拜拜